行政医院长所长19号南下市彩 家伟治区区专民体友官已定地 自行政院包括到教育部部长判文中 教育部部体友宿舍中张绍兴 以及国华会订单位 家伟治区民会和支付团队 王民会理会 文幼霞立委博董 在任天完干部之后 所政区区专政区对家伟治区所提出的计划 与建议专利支持 家伟治区区院的中心三地区区务处理 19号行政区区所政区 由立委欧美区 文幼霞 共同北斗 特别来到家伟治区是早上地 并您听见报告 理在所政区的事实标识 家伟治区是真好的所在 中央要让家伟治区更好 但当时有很多金区只能做建设 你中央一定会专利帮忙 家伟治区的运动人口比例 在全台湾是数一数二 有见家伟市民非常注重健康 注重运动 可惜的是 一个游泳池已经快六十年 已经到了年限 而且东区有运动中心 西区没有 哇 这西区很需要 就说连土地也好 所以这个现在就等教育部 体育署要最后的他看跟实测之后 要做决定 那家伟确实是需要多的金区才能做建设 这中央一定全力来帮忙 家伟市党明会表示 家伟市的心事是要被中央听到 你家伟市的地方是人口就 但人口未到是全国地理官 家伟市竟是分家南观光消费中心 也基盘中央给家伟市竞资源 竞资源 帮助家伟市持续发展 我们第一步家伟市 因为我们有先起规划 那有这先起规划 市政府送到议会 得到议员他们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先行先行把他规划出来 那市政府现在也就在 228国家公园的鞋队角 这一块完整的土地里面 那我们希望在这里 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西区国民运动中心 让我们所有爱好运动的朋友们 生活机能我们更好 运动的场域能够更好 大家能够更健康 苏院长能够看到这一点 来到我们家伟市 我想这样的视察 尤其在对于西区国民运动中心的重视 所以我也非常感动 更感谢我们的在地立委 王美会王委员 还有家义的女儿 温玉霞温委员 教育部部长访问中表示 该市在18.8年 就提出西区文运动中心的概念 当时政策计划在丢边中 日经过报告行政医院 有受尊重 西区文运动中心的重要性质 也得到支持 并加力政策2.0体育 文童休憲计划 这样的竞争计划 加义是很早就超前部署 而且把过去在东区的一些办理的 可能还可以再精进的 都可以融在这一次 整个西区国民运动中心的规划设计 虽然议算还在审议过程 但看得到家义市的热情努力 跟对这一个为市民想要争取的 这个国民运动中心的用心 这个行政院团队 教育部一定会来全力的给支持 西区文运动中心 该市基板运动赛数的能量 竟然可以特行格林价 新鲜众的价 运动兵团的目标 先订计第二面 该市彩虹 报答 以数位电视